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诚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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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到家 还剥完了 还剥完 还又淡淡的 我一个人剥完了 我都节奏了 算了 让我调整一下吧 你现在别跟我说话 我现在得休息一下 因为我一个人剥很多节奏 我现在要恢复一下 我就说我再腻歪一下 包括老婆怎么样 算了 现在别理我 我就不想说话 我玩我手机 然后我当时又说 好的 我要洗个澡 你要邀请我一起洗不是吗 我给你三个选择 我说外面下雨了 我回来我得洗个澡 我自己洗或者你自己洗你自己的 或者我们一起洗 都可以 你自己选 我当时没听到 我只听到你说一起洗 我说你洗 我当时还没有 我当时洗澡的时候我还没有锁门呢 我就直接洗了 洗完了你也没来 洗完了我就在床上躺着 我躺着我就说 我就给他发 我就一直叫他 我说老婆老婆 我就一直喊他 然后他不应我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我喊了很大声他也不应我 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 我说你是不是出去了 我怎么叫你 你不应我呢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很多 发了 发完之后他也不回 然后我隔了十分钟 我又给他发一次 我说来穿另外一下吧 我说好好聊一聊 然后结果都没的 就给他发 发完之后 他就回了 他说他在洗漱 他等等就过来 那我又叫他 然后叫完他之后他就应我了 他说我刚刚在化妆 我刚刚在那个护肤呢 然后他就过了一会儿 他就跑到床上来了 对啊 就在睡觉了 不是不是睡觉 就在躺着了 就在腻歪了不是吗 躺着了 也没什么腻歪 一开始腻歪了 一开始没有腻歪 一开始就是学序渐进的 一开始然后咋回事吧 一开始就是 一开始就是 我就一把把他这样 他在旁边 他一开始也不想理我 然后他就很高冷 然后我就一把就把他抱过来 抱过来之后 我就我就我就开始了 然后后面过了一会儿之后 他他他他他要 他想 哎呀你看 他他碰我的时候 我就说不行 你现在 你现在就 给他布置任务了 给他布置任务了 他说说 你看你天哥布这些任务 你在羞辱我 我做不了 结果我就说 说那我做了怎么办 然后他就说行 你做你做了之后 就给你碰我说 他一看大师我改布置完任务 他就说 你也别碰我了 哎呀一天天的 你也别碰我 我说行 我说那我做了怎么办 他说你做了就给你碰我 我就说好 那我就做了 我就做了 我就做了我看 我说就很简单 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也没怎么 他看我做完之后说 好我也做 他看 那我就说 那我就说我不要了 我说你别做了 我说我做完了 你别做了 我说你别碰我 我说我碰你 然后他又不得意了 就说 你看你天天的 我都不懂 天天这样子搞我 对啊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在我脸上的疯狂的天然天缺 所以啥吧 因为我们前前几天不是说口臭吗 就口臭这个事情没过 因为前天我们直播 就是大家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前直播 一开始播的时候 因为我说了他一句 口有点臭 然后我们两个吵架了 就导致那天吵架了 然后昨天他说 他说我口臭 他说他就说 哎呀你别舔我 你口很臭 我就说对啊 我就一直舔他 就像条 就真的就像条宠物一样 像条宠物狗一样 我就一直舔他来来来来来来 我就舔 他说很臭啊 你别舔我了 我就舔我就舔 嗯 就是这样这么一回事 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做 做整个问题 有一种 三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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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